在家里怎么养好蟹爪兰呢 大家好 我是一木 今天我会详细的教大家蟹爪兰应该怎么养 蟹爪兰开花之后花量极大 颜色鲜艳 深受大家的喜爱 但是它并不好养 很多花友就发现 只要养上一盆 很快就把它养死了 因为它动不动就叶片出现了黄叶 发灰 大面积的根屑腐烂 不开花 甚至不到一年就养死它 真的非常非常的可惜 那出现这些问题 都是因为大家不了解它的习性 才会这样 所以在这一堂课程当中 应不将详细的解答 关于蟹爪兰各方面的习性 帮助大家养好它 接下来跟我一起来学习吧 好的 大家眼前摆的 就是一盆蟹爪兰的盆栽 今天我们就以这盆盆栽为例 教大家蟹爪兰的养护技巧和习性 我们首先说它第一个习性 就是蟹爪兰它是一种洗羊的植物 还是一种洗羊的植物呢 很多新手在第一次养的时候 以为它洗羊 喜欢把它养到室内 这是严重错误的 其实蟹爪兰是一个洗羊植物 它不洗羊 因为它开花 是需要充足的阳光才开花的 如果你长期养到室内 它是不开花的 懂吗 但是我们也要理解 它虽然是洗羊 但是蟹爪兰它不耐暴晒 就是你盛夏季节烈日下 不能说搬出去暴晒 那不可以 虽然它洗羊 但暴晒也会让它大面积晒伤 所以我们正确的光照策略是这样的 像春天秋天冬天 这种阳光你多晒 但来到了夏天的时候 烈日之下就需要给它遮阴 或者暂时搬到散射光的条件下去 去躲避烈日 除了这样 其他季节都多晒 这样你的蟹爪兰它生长的速度才快 开花的量才多 好的 接着我们来讲一下蟹爪兰 它的浇水的技巧 说浇水之前 我们用手你摸一下你家里蟹爪兰的叶片 轻轻捏一下 来感受一下 这个蟹爪兰的叶片跟其他植物不太一样 它是一种肉质的叶片 对不对 跟那种蟹人长多肉的这种叶片差不多 它是肉质叶片 所以这种肉质叶片植物 它往往的含水量就很大 明白吗 它整个叶片里的含水量高达百分之八九十 全都是水 所以这种含水量大的植物 它往往是不怕缺水的 因为缺水的时候 它可以消耗自己体内的水分 可以理解吧 所以这种植物不怕缺水 就是你短期不浇水 它不干不死的 但是这种不怕缺水的植物 它往往会怕什么呢 怕接水 你水浇多了 非常容易浪根 所以蟹爪兰这种植物 我们是不能浇水太多的 浇水之前啊 我建议大家要提前用手啊 去摸一下它的土 蟹爪兰的土壤 如果摸到土壤发现是一种湿漉漉的感觉 非常潮湿 那么不管隔了多少天啊 你也不要再给它去浇水了 只要摸到土是湿的 不要浇 因为你有水 你还大量浇水 很容易积水浪根 浪根啊 就容易死苗 所以说我们千万不能有水还浇 那什么时候要浇水呢 很简单 我们把手摸到土壤 如果你发现土壤是非常干燥的情况 这个时候 你就可以放心的给你的蟹爪兰浇水 明白吗 你采用这种方法去浇水 它永远都不会积水浪根 因为每次浇水前你都摸了土的 确保它缺水 你才浇水 这样啊 就符合蟹爪兰对水分的习性 好的 接着我们来说一下蟹爪兰对土壤的要求和换盆的技巧 我们家庭里养蟹爪兰啊 最好用什么土呢 用营养土来种 因为营养土啊 它是人工配的土 疏松透气肥沃 除菌除虫又轻变 不容易产生板结变硬的问题 更符合蟹爪兰的习性 我拿一个营养土给大家看看啊 什么是营养土 抓一点啊 你看 所以这个营养土它就是很透气的 它根系在里面就能长得更茂密 茂盛 不容易蒙根啊 接水浪根 所以你用营养土更好种 懂了吗 这给大家提个醒儿 好 吃完这个土壤呢 我们再来讲一下换盆 蟹爪兰这种植物啊 它不需要非常频繁的换盆 因为呢 它本身就是虚根类的植物 你频繁换盆 土一多 很容易蒙根浪根 我们一般呢 你至少又在家里养到一年以上 等它的花盆内的根系啊 彻底长满了 才能考虑换盆的问题 没有长满就千万不要换 懂了吗 这是第一点 那你如果真的要给它换了 确保长满了 你也一定不要在谢爪兰开花的时候换盆 如果你的谢爪兰大量在开花 就不要换 一定要等到它所有的花朵全部自然凋谢才能换 带花换盆对植物损伤是最大的 第三点 我们要换盆之前 一定要观察一下你的谢爪兰 原来用什么土壤栽种的 你换盆的时候尽量选择同样的土 或者土质接近的土来换 这样更有利于它快速浮盆 最后一点呢 就是说如果你的谢爪兰原来的花盆很小 我们换盆的时候不能把花盆一次性换的太大 刚才说了花盆太大 它里面的土就多 土一多就很容易积水当根 而谢爪兰最怕的就是积水 所以我们换盆的时候原来的盆多大 你换盆的时候比原来的盆稍微大一号就可以了 不是越大越好 越贪大越容易积水死苗 好的接着我们来说一下谢爪兰对透气性的要求 这种植物它整体上对透气性的要求并不太高的 只要你的光照是充足的 哪怕养在封闭阳台 它也可以照常的生长和开花 所以很多话有说 我家里是封闭阳台 养什么样开花植物比较适合 那谢爪兰就是其中之一非常好的选择 但是大家一定要注意 如果大家养护的环境真的是封闭的 通风性很差 那么你一定要注意每次给谢爪兰浇完水之后 一定要开窗通风半个小时以上 这样它花盆内的积水蒸发的才快 不容易出现蒙根和浪根的问题 尤其是在炎热的夏季 每次浇完水一定要多开窗 这样才能避免夏季引起它花盆内出现高温高湿同时存在 进而引起大量的根系腐烂了 这一点大家一定要留意 其实谢爪兰当然是喜欢越通风的环境是越好的 你要是开放阳台去养它是更好 但很多花友就是封闭阳台 那么你就需要注意这些细节 好的接着我们来说一下谢爪兰的施肥的技巧 那我们一定要多施肥 谢爪兰才能多开花 怎么施肥呢 我们在谢爪兰的生长季节需要使用两种肥料 这两种肥料的第一种叫做磷酸二氢钾 它是一种醋花肥料 它可以让你的谢爪兰开花更多 因为它是高磷元素的 磷元素高就能诱导植物花芽大量的风化 开更多的花 所以这是第一种肥 那第二种肥是什么呢 是HB101就是它 这个HB101在世界范围内都是著名的植物活力素 你使用它之后能够打破植物的僵苗状态 促进植物细胞分裂 它可以让你的谢爪兰根系茁壮 芽点更多 生长季节这两个肥料需要混合来使用 具体怎么用 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大家就懂了 那施肥的时候 我们首先需要准备一个盛水的容器 装上1000毫升的清水 然后呢 我们打开磷酸氧钾的肥料 取一个小勺子 咬一小勺磷酸氧钾 撒入1000毫升清水中 然后快速搅拌均匀 让它溶解 但溶解了完成之后 我们紧接着在1000毫升清水里 添加4DHB101 1D 2D 3D 4D 够了 这个用量是很少的 好 4D加完之后 再一次的搅拌均匀 让两种肥料充分的融合起来 像这样 融合完成之后 我们在谢爪兰的生长季节 每隔半个月 给谢爪兰像这样浇灌一次就足够了 这样你的谢爪兰 生长动力就会增加 生长速度加快 开花量会大大的增多 所以大家一定要用 效果是非常好的 好 说完了生长季节的施肥呢 我们再来讲一下非生长季节 就是来到了冬天的时候 气温很低 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换一种肥料 换什么呢 换有机肥 比如说我手里拿的这种羊粪肥 就是有机肥 那为什么我们冬天用这种羊粪肥呢 因为这种肥它是非常温和的 不容易烧根烧苗 而且它不仅可以给谢爪兰提供大量的养分啊 还可以增强它的土壤有机质含量 让它的土壤变得疏松透气肥沃 改善土壤板结变硬的问题 用法非常的简单 在冬天呢 我们每隔一个月取适当的羊粪呢 埋到它花盆边缘的土壤里就可以了 一个月埋一次就足够了 开春以后再换回刚才那两种肥料 一年四季这么交替 轮换来施肥 那么你的谢爪兰会养得非常好的 好的 最后我们来讲一下谢爪兰的过冬技巧 首先我们要理解啊 谢爪兰这种植物啊 它是一种热带的植物 热带植物啊 具有怕冷的特点 所以它整体很怕冷 长期低于10度就容易冻伤 低于5度就容易冻死它 所以冬天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给它保温 最好要在室内来过冬 那冬天注意的第二个事情啊 就是需要减少浇水量 因为冬天气温低啊 它的生长代谢缓慢 蓄水量会减少 如果这个时候你还大量的给它浇水啊 很容易造成谢爪兰 花盆内的根系出现冻伤 或者出现浪根的问题 所以冬天呢 我们要等它的盆土彻底干透 少量的补点水就可以了 千万不要在冬天浇水太多了哈 好的 以上就是关于谢爪兰课程的全部内容了 我是一木 希望大家继续努力学习下方的课程 我们下堂课再见啦